我们这两次在斯里兰卡参与 我们有信心他们会做到 他们这个地方重视教育 而且重视太教 老师认真负责 学生都能够普遍都能接受教育 你看学生对老师还磕头 行接触力佛教的 这个守抹老师的骄傲的接触力 对父母 行这个礼 这个在家里 在学校跟老师行接触力 孝亲尊死 是教育的大根大本 只要有这两种 没有教不好的 没有教不成功 所以民国 把这种 跪拜力 废除了 错误 不应该废除了 那再想想从前 君主时代 人民 官员 建皇上 都要 行 礼仪 不能丢掉 啊 啊 观众说过啊 礼仪 廉耻 过之四五 一个国家靠什么 这四根柱子 它能够立起来 四为不张 国内灭亡 啊 怎么可以没有礼呢 哪有这个道理 啊 礼 不尽 啊 所以对长辈 对父母 对司长 对恩最大 啊 身体 得罪于父母 父母有生育之恩 啊 老师 用心教导我们 啊 用行为 来跟我们做榜样 我们的智慧 慧面 得罪于老师 啊 中国孤立里头 私生关系 跟父子关系 是相同的 对老师 不尽 是大不孝啊 父母对老师 都行贵败离 为什么 感恩老师 培养 我家的后代 啊 对老师 怎么尊敬 老师接受你的 这个尊敬 他要不 全心全力 来叫好 他怎么对得起 家长 对不起 啊 物资的供养 是很微薄 但是情义神 那不是家电